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相信大家都知道 苹果13将在本月15号发布 所以最近苹果的高端机型确实有小幅度的降价 一个月跌个小鸡吧 这样子 不过像现在的苹果11就已经很香了 特别是有所机 橙色新的26张就可以搞定 黑解完插卡机用 也可以改双卡 搭载h3助理器 性能非常流畅 再占三年问题不大 下面我们继续挑机器 这是12破迈斯的自愿机 外观是全新的 没有任何的使用痕迹 国航上个双代电子效率百分百 大子h14仿生处理器 6 7英寸 熬了一低屏 比官方零售机便宜2000多 性价比很高 在搞台国航的苹果12外观挺新的 再把两百多天 大子h14仿生处理器 6点英寸奥赖的屏 电力效率百 这是双和双代 品质很棒的机器 这台美版的11破迈斯 是一位湖南小格要的 外观很新 电视效率百分百 大载h13处理器 6 5英寸 欧赖的屏 手感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五十张就能搞定 还有这个苹果叉是一位江苏的小姐姐要的 外观橙色很新 很漂亮 大载h12处理器 用起来也很流畅 电视效率89 续航也很棒 这是小米mix3 大载骁龙845处理器 6 4英寸大屏 还有这个华盖式摄像头 确实有点帅 外观也比较新 这是一位兄弟要的小米11 他是小米的老粉丝了 一直用的是小米手机 看了宝哥视频很喜欢 就找到宝哥了 这台手机外观很新 八核处理器性能非常强悍 这是现在很受欢迎的11pro 5.8英寸OLED屏幕 磨砂质感的机身 显示效果和手感都很细腻 搭载a13处理器 3190毫安时大电池 信航蓄能都很棒 再搞一台5G版的卖的30 外观设计很漂亮 橙色也很棒 搭载70990处理器 6.6英寸OLED屏 使用体验很棒 一位福建穷地要的 这是二号的旗舰机 范子插三pro 搭载骁龙888处理器 6.7英寸OLED屏 上市才几个月 保修都是两三百天 比卯东要便宜一千多 这是三星s20家6点七英寸OLED的水滴屏 颜值高 显示细腻 搭载骁龙865处理器 12接128大内存 性能非常强悍 再看看二手平板电脑 这是ipad a24搭载a14仿身处理器 大概要34张 比全新机便宜个八九百 还有像这种s6手表 国航gps的 再保三百天 拿过24张 比全新的便宜个七八百 耳机的话 洛达也五六m芯片的二代耳机 已经称霸式很久了 品质比较稳定 三代最好用的是这个156a芯片的公牛板 将的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